没有南门市场 而高雄也已经有55年历史的 严城新乐街春节市集 因为疫情的延烧 不少人都以为会停办 不过经过主办单位 跟摊商的协商之后 今年是如期举行的 现场状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邱君平 是的主播看到现场 已经搭起了棚架 摊商们也都陆续进驻来准备 高雄严城区 这个新乐街春节市集 过去都是上百摊的摊贩 吃的喝的穿的玩的啦 五花八门的 因此年节期间 都会涌入大批的人潮 不过今年因为 新冠病毒疫情的关系 所以缩小规模 只有90摊左右 主办单位也准备了酒精 也要求民众要全程来戴口罩 摊商不能开访试吃 来替一下稍早的这段访问 我们基本上工作人员 都一定会戴着口罩 那我们尽量食物上 也是不直接去用徒手触碰 今年的新乐街市集 从2月11号到2月14号 而且越晚会越热闹 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边走边吃 务必要遵守全程戴口罩的规定 才能让自己跟别人都开心 安心的来逛市集 好的 以上是现场 为您掌握的最新状况 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